厉害呀 对于这样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孩子 王小飞也是充满了敬意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美女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这美女并没有对她的情况进行隐瞒 王小飞暗自点头 行 这个忙我帮了 王小飞决定帮助一下这母女 反正是华夏人 帮她们回国也不错 真的 美目圆争 穆莎莎没想到王小飞真的答应了 她本来对于这事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现在得到了王小飞的同意 她都有些懵了 抽空我到你们村子去看看情况 现在王小飞练皮已经取得成功 倒也并不再过多的担心了 得到了王小飞的同意 穆莎莎的脸上露出了更多的笑容 整个人都变得阳光起来 就对王小飞道 王先生 你的情谊我穆莎莎记住了 只要你救出了我母亲 把她送回华夏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王小飞笑道 我让你做什么都行 穆莎莎略略迟疑了一下 然后一咬牙道 是的 做什么都行 王小飞就笑道 那好 我还不会讲阿拉伯话 你就教我学习吧 就这个 穆莎莎明显也没有想到王小飞提出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恶然 看向王小飞 怎么了 你想让我提什么要求啊 穆莎莎就脸上一红 心想 自己还真是想叉了 这王小飞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种人呢 这时的穆莎莎却是心中生出了一种失望之情 看向王小飞时竟然有些生气起来 自己这样的一个美女站在这里 对方竟然提出了学习的要求 看到王小飞看过来的眼神 穆莎莎强笑一声道 当然可以了 我立即就去找教材 然后教你 一转身时 穆莎莎的嘴角 却是露出了笑容 这个男人不错 正是母亲所说的那种 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反正以后就贴着她好了 看着穆莎莎摇曳着腰之离去 王小飞多少有些后悔 她当然看得出来了 刚才自己只要提出要求 这个美女就会进入自己的怀里 这可是混血美女呀 摇了摇头 王小飞还是把这样的想法硬生生地压制 心想自己现在是代表国家 出国在外 形象还是要的 盘坐在那里 王小飞看着电视上播出来的内容 好在有些台也是讲的英语 王小飞也一边看 一边学习着英语 到了现在 王小飞的单词量已经非常大 对于她来说 现在也能够听得懂不少的对话 随着学习 王小飞相信 自己很快就能够掌握这门语言 柳妹推门进来时 四处看了看到 你的小美女呢 你没看到坐在这里的是一个帅哥吗 王小飞也喜欢与柳妹开开玩笑 柳妹走过去 一屁股就坐下道 帅哥 不错呀 到了什么地方都能勾上美女 我说 妹姐啊 你不是说叫我学习外语吗 怎么一直不教呢 王小飞知道这个美女也是一个女汉子 跟她没法多说 就移开了话题 行 现在开始教你 从基础的内容学起吧 柳妹也干脆就要开始教授 这样吧 这中东地区也有不少人讲法语 要不我们现在学法语 柳妹无语道 你到底想学英语还是法语啊 学法语 英语 王小飞基本上已没太大的问题 阿拉伯语有穆莎莎指导 现在王小飞想的就是多学一门外语 提出了学法语的要求 我没教材 准备的只是英语的 柳妹也没有想到王小飞会学法语 我有我有 王小飞装作进去拿教材 到了房间里面 就拿出了一套 在国内买的法语教材和资料出来 看到王小飞真的拿出来了 柳妹疑惑道 你还真想学啊 那是 有一个美女老师指导 当然要学了 柳妹倒是一个合格的老师 拿起书来就开始教授起来 王小飞倒也学得认真 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了起来 正在学着的时候 袁放天等人走了进来 向着学习的两人看了一眼 袁放天道 行了 卡萨尔王子派人来通知 说是可以治病了 我们走吧